字幕志愿者 策畏斜 大家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5號 估不到大英帝国的子民都可以说些没来搭杀的事情 没有啊,生活分享先 人酒茶梁振英,他讲一些生活分享的嘛,是不是? 那我就以此为开头了 你要记住,在大英帝国里面 如果你的银行户口的数目进出,是比香港麻烦很多的 他每一笔数各样,你都是要解释的来源的 尤其是地产交易,因为地产交易去牵涉到的数目比较多 你直接是要用convaincer做的,不得那些不明不白 再讲多样就是,讲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个概念 是英籍时候的法律,为什么国安大法就反过来呢? 有罪推定,因为大英帝国之所以有无罪推定 即是你如果不够了错人的话,那不好意思啦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大家好记得这句话的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讲完的啦 你未能够充分证实他人呢 是有恶的时候,那我们都是assume 每一个人是善的 这点你就不适用于在共产党的身上 但其他那些呢,就是benefit of doubt 而已,是不是? 例如德国那位仁兄,我又当他是人都,就是会开人拖的 这些是他本性来的,就并非立心不良,我们这些很厚道的 至于讲内斗那位仁兄啦,好心你不要多开几集啦 你真是开车的就学一下兜弯啦 啊,何必学习这个文字兜弯工作呢? 我们好直不甩的,见到什么证据就讲什么 好了,近日这个人酒茶梁振英就讲到英国方便 这个police就支持建议 是不会走去arrest那些呢 就是去布拿那些,漆步那些 去可能超级市场各样 拿生活必需品的人士啦,例如食品啊 或者是尿片等等,他的hashtag就写着啦 英国人没有将自己的国家管好 这点稍为同意啦,哈哈,没办法啦 视乎好的定义,不过你就更坏而已 你自己就看下啦,四大火炉,是吧? 重庆上海那些,哇,六十几度啊,怎么住人啊? 你香港那些,哇,搞到民不聊生 吃都没一口好吃,还要有政治迫害,persecution 那另一个hashtag英国啊,先要养好自己人民 才再养这个罗冠聪议员啦 哦,你真是叫英国退出联合国难民公养,是吧? 哇,这个人打毒啊,他想的东西非常打毒 不过其实英国方面呢,是有这个意欲的哦 为什么啊?因为你法国经常啊,就传一些refugee过来 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在那里直跟的哦 欧洲生活都不是说太差而已,为什么一定要过来大英帝国呢? 反而啊,脱欧就是为了,养好自己人民了 啊,不要有那么多这些拎拎茶茶,反过来啊 那另外呢,仁酒茶梁振英就说到了,慎防英国人的排外情绪爆发 他是最没资格说这句说话的哦,大家知不知为什么啊? 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封自己做这个自由行之父 作为自由行之父了,在他的任内啊,不停这样引入双非孕妇啊 自由行水货客啊,又搞到那些楼价跪了,又弄辣椒 BSD嘛,Bushedef啊 那,讲了英国方面先啦,我稍后再讲他 英国呢,你说这件事好不好呢? 眨眼看上去好像,喂,不是啊,你有照顾这个生活有困难人士 我跟你讲,这点是绝对错误的,是不应该这么做 那但是呢,英国的警方是会支持的哦,为什么啊? 捉小过嘛,不用做啊 所以这个conflict of interest来的哦 英国警方基本上就,那没有的,你可以跟我讲 那,我们不理这些细业的话呢,就可以破多些大案那些嘛 喂,没有人叫你破那么多大案哦,你搞好那些鼠舌小偷先啦 老实讲,是的哦,这点我都不同意英国这样做 有什么理由啊? 就是你不是训练自己国家的人民走去偷取生活必需品啊 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做啊? 当然就是去,就是你一定要分流,你怎么知道谁打谁 是没得这些不清不错的嘛 你又应该做好这个叫做食物银行 怎么知道什么是必需品啊?怎么去执法啊? 你拿了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贵还是便宜啊? 他跟你讲唇膏是必需品,你怎么办啊? 那当然啦,他那个plan,不用说,又是工党的啦 打算争取选票定了,哎,很差咯! 所以如果你想英国好的时候呢 就是anything啊,我都讲的anything啊 anything but labor 只要说英国人的排外情绪各样 怎样啊?你怕些什么啊? 你怕他们去英伦海峡沙滩那里啊? 跟着推你们下海啊? 我不信这些东西的,你以为引尼啊? 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人走茶梁振英那些啊 去想那些东西,还有大英帝国那些子民想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那跟着,他都是参考BBC的报道啦 大家既然有合作,就是可能啊朱萍拿个电话给他 喂,这人有得谈的,去啦! 然后他经常跟BBC那些吹嘴啊,也经常引用BBC的新闻啊 原来BBC那么多新闻,所以BBC的新闻报道呢? 就是他都几多材料啊,他就说在英国啊,如果你家里呢 被人入屋,拿野各样,你打电话咯,问这个警方 那警方就问,有没有人受伤?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给个报案编号你了,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 而英国来说呢,个罪率就非常高,那说警方人手不足,士气低落 就不肯查这些这样的细碎案件,哼,最正是多了八个字 是真是假,无从得知啊,喂,查不到和不查两回事来的啊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不是就是为什么因为啊? 因为为什么啦?就是因果关系 很多人就会拣选一些好区去住咯 那你住宅宅的时候啊,有些人为了治安的原因 就会拣选宅宅去住,那会好一点点啦 如果住宅宅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啦,你自己去香港都有啦 就是你装不装枪框啊,各样那些东西嘛 防多人一重,弄多几个锁在家里那里 晚上睡觉各样的时候呢,就弄多几个锁 英国的屋是没有锁的,撞鬼 我说房门那些啊,而且单车呢,他说到啊,都要买这个保险 因为啊,就算有单车锁,锁在栏杆那里,一样不翼而非 那跟着可能是翻译之五啦,你知道他的英文都不是很好 他说最新情况就是你帮我翻译啦,拆人不偷,车主自己偷 他说什么呀?跟着就说啦,英国呢,盗策如无,不夸张 而他的hashtag啊,你不要以为真是人走茶梁振英 有可能是别人帮他写的而已,Facebook,OK? 就写到MI5,MI6,应该在英国国内呢,就帮手去做这些事情 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应该组织更年,我照顾的而已 就是他说什么呢?什么叫组织更年啊? 那我就去翻查他那单新闻啦 但是先说人走茶梁振英是最没资格,去批评别人,为什么? 就在他任来自由行之父,搞到百物腾贵,租金渠升 他好拿来做正职,而转转的时候,他就说人家做得挺不堪 而事实上2019年呢,除了贪魔之外,你是不是更加应该找回这个元兇啊? 所以真的哦,你能够看到他人眼里面的针刺,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梁目 但是先说人走茶梁振英是最没资格,去批评别人,为什么? 就在他任来自由行之父,搞到百物腾贵,租金渠升 他好拿来做正职,而转转的时候,他就说人家做得挺不堪 而事实上2019年呢,除了贪魔之外,你是不是更加应该找回这个元兇啊? 所以真的哦,你能够看到他人眼里面的针刺,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梁目啊 According to Zurich, UK and in Sora, the company said it identified 4.2 million worth of fraudulent property claims between January and May this year A rise of 25% on the same period since 2021 Among the most common items claims to have been lost, stolen or damaged were high value jewelry, mobile phones and televisions 讲紧的就是,喂,其实是不是真是杜匪多如牛毛呢? 我不知道啦,但是那个In Sora呢,他说fraudulent claim的意思啊 是讲紧那些人,啊,就报称自己家居失事 然后呢,那些物品呢,他就说这些呢,就是fraudulent 我是想不清楚那个关係的 sadly, many more people are facing hard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cause of living crisis which is contributing to an increase in freudulent claim 他就说生活成本上升,同这些 就是他讲的fraudulent就是针对保险公司而言的 那些人呢,就自偏自导自演 然后啊,就问保险公司去拿保险 意思是这样的,他有的,有些家居保可以保在你屋里面 即是如果你有些什么,器具啊,各样啊 是,我都是一样东西的,最好的保险就是呢 莫过于,你没有一样东西要保,你听不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即是你家里面,不要放些贵重的财物咯 如果是一些值钱的器具各样,那你最好买二手啊,或者便宜一点咯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保险啦,如果不是,保险方面 即是好像英国那样,英国的保险特别香吗? 不会啦,还有保险公司近年呢,那些人就说是因为生活成本上涨 没关系,我自己觉得呢,Freudelen呢,就只不过是原先一些 你会批给他的,现在不批,那都可以令到这些Freudelen的数目上升的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记不记得曾经我说过科技伏技那些数据啊? 那些Insura啊,舍到摊了在那里啊?因为那些科技伏技呢,是有余波效应的那些Side effect 那结果你发现了,你人寿没得讲的嘛,你一定要赔的嘛 啊,就急速上升哦,所以,哇,不得了!至于个结论方面了 Inmay Insura Aviva also said a portion of claims it rejected due to Freud concerns Horizon last year and has said it expects to see more Freud as people come under financial stress 这个是保险公司预期哦,他就说呢,他预期由于财政困难,会有更加多的人呢,就去作出这些这样的,就是骗保险的行为啦 这篇东西,为什么第一时间就变成针对那些民众呢?我自己看到的就是那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佬啊 所以我从来都不买保险的哦,大家知不知啊?哼,不好意思啊,最好的保险就是没有东西要保啊 那好啦,来到大英帝国,你就看看到底真正有些什么需要咯 那我觉得如果一些火险啊,水险啊,你怎么都要的,但是他又很烦的 就是例如一定要你做service,别人查过一下你的borrower了 啊,那他那个保险才会继续,那这个都是cost来的哦,是不是? 你一是就用烂它为止,啊,如果不是找人来整,但是他有那个需求咯 因为你整一次的borrower都挺贵的,就是这样的 好,今天讲到这里